持续来关新黑龙江建三江案 日前,广东一位律师准备赴当地来参加营救行动 却被国保直接从飞机场上绑架走了 律师表示,当地的国保明确告诉他不准前往建三江 请看报道 从9号开始,又有律师陆续前往建三江 帮助一位声援律师而被拘留的15位公民 9号下午,广州围村律师刘正清准备坐飞机前往北京 但是在长沙机场被国保绑架 刘正清律师表示,被接走后 特务带着他直接改坐动车回广州 为了避免与前来火车站迎接他的公民见面 特务带着他从特殊通道出来 而后直接被送到家中 刘律师表示,现在是不能去建三江了 可能会在公民们出来之后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 此外,国际特赦组织在9号也就建三江事件发表声明 要求北京对律师被拘留、殴打一事展开彻底的调查 3月20号下午4点左右 王成、张俊杰、江天勇、唐吉田四位律师 因为前往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 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21号,四位律师遭到绑架并被拘留 事情曝光后,很多大陆公民、律师自发前往建三江 要求当局放任 29号凌晨,当局再次抓捕了在拘留所外首业的公民、律师17人 其中12人被拘留 连同事后拘留的3人,一共15人 新长人记者,田径,舒惨,采访报道